上次说到15年我来到青岛 刚找到工作就把腿摔断了 但事情还没有完 在我从手术室出来的时候 我就得知 我考研的出事已经过了 当时的情况 青岛的工作已经没了 租了6个月的房子就在那扔着 如果考研复事要参加的话 我还需要去到长沙 医生给的建议是两个月内都不能下床 当时看似我好像必须要做出一个选择 但实际上 没有想那么多 我就躺在病床上 看到那个树叶的瓶子 一滴一滴的往下掉 我当时我就在心里默默的对自己说 这里多少钱呢 你别笑 我真那么笑 因为当时我还没有医保 在那一瞬间 我特别怀疑自己 老说要自由要自由行了 现在躺在床上 你上厕所的自由都没了 你整天七个不服八个不份 要出人头地行了 你现在一分钱没挣着 搭好几万几句 老是觉得外婆好 但是出了事还是家里人给你兜着 我姐跟我姐夫九个小时开车 把我送青岛接回老家 我当时我脑子特别乱 乱的都恶意 但是两个月之后 我依旧煮着拐 坐上了去外地的火车 因为我 不服 我请不吝点赞 订阅